金包 你又在看屏板 你看你桌子上乱的呀乖乖 都不说收拾一下吗 一会怎么上课了呀 咱们不是买了新书包吗 把书包拿下 拿下来 然后把没用的书都放到书包里 好不好 粉色的书包 之前给大家介绍过了是不是 把书挪到这边吧 大家看一下 好多呀是不是 买的课外书 还有金包发的新书 还有练习册什么的 现在整理一下好吧 嗯 要整到我的书包里面 这些是什么呀 是 作业本是吧 这一堆就照好 看看这一堆 这是老师上买的课外书是吧 什么时候把你的照片拿回来了呀 这不是放在姥姥家了吗 我那天挺好奇的 然后翻开那些照相册 我就拿回来了 让我们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小时候 大家看看 静宝小时候是不是特别像一个男孩子呀 对 这是在少林寺 好可爱呀小时候 这是我在蓝天幼儿园的时候找的 这张是静宝幼儿园的照片 大家看一下啊 你们找到静宝了吗 看看哪一个是静宝 静宝拍这张照片的时候我不在家 嗯 妈妈在广州那个时候是不是 对 然后呢我还去广州上的北面的幼儿园 广州那边好玩吗 好玩 哈哈 不用写作业 不用写作业就好玩呀 对呀 好了 看看这些书到底有用没有 没有用就放起来了 嗯 有用没 这个 哦对 数学 数学的 好沉呀 才装了几本书呀 就沉了 对 好了是吧 就是你们发的那些书吗 对呀 改天我们拿个秤秤一下 看到底有多重 反正是挺沉重的 我感觉 有没有十斤呀 没有 哈哈 因为书还没有发钱呢 我们还有好多书都没有发呢 对不对 对我们的幼儿练习册和数学练习册都没发的 是吧 好多书都没发呢 好了赶紧整理 一会上课了乖 这个书会用的 对 对 你看 桌子这样清理一下 是不是就干净好多了 一会上课 拿着也比较方便 对不对 对 要不你全堆到桌子上面乱七八糟的 今天怎么用这个笔带了呢 这个是妹妹给我的 我一直都带这个 透明的是吧 让我们看你装了多少笔 你确定要带这么多笔吗 你不沉吗 不沉 我感觉太沉了乖乖 带这么多 不会的 有0.25的 有0.38的 我的天啊 大家看一下 你们能数千金宝带了多少只笔吗 还有 小生带 哎呀 我也佩服你的铅笔盒 能装下吗 可以 这有没有带 哇塞 带这么多笔细 你能用完吗 我都怀疑 一大把笔 白乳胶 让我们看看装满了没有 没有 把这个白乳胶去掉还可以再装了 我看一下 再装了一半是吧 一多半 对 我抖一下 是一半 因为它这里被翘起来 是一半 小生子大容量呀 是不是 对 一半 好了好了赶紧装吧上课了 好的 天呀 天呀 真厉害 上课去吧 哎呀